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紧张你说 你捋 知道你累了 我给你捋一遍 就是从高考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做兼职 做过一些销售类的工作 比如说服装 鞋帽 然后大四也是通过面试 进入了一家上市公司天虹百货 也是来北京进行实习 也是做的最基础的超市销售员的工作 业绩都怎么样 对 因为天虹刚刚进入北京嘛 业绩肯定不是很好 但是我所在的区域要占到超市销售比例的将近一半左右吧 还可以 你的优势是什么 幽默 你应该发现了吧 你比方说 我是一大爷 就来超市买东西 你怎么跟他幽默啊 大爷 今天外边天怎么样呀 还可以 挺蓝的吧 挺蓝的哈 您要买点什么呢 有什么能为您 不用管我 不用管我 我瞎转转 别呀 我是刚来的 我们领导证对我进行考核呢 您得有点善心呀 就是让我为您服务一下 不用 真的不用 我就瞎转转 我不定买不买的 我不买你 你跟 跟这陪着一仗 我多不好意思 我瞎转 您不用不好意思 我就跟着您就行了 您有什么需要的 您看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戴个眼镜 老眼昏花的是吧 我给您看看 你得抓住顾客的那个点 懂吗 你抓住的是 你的这种销售方法 是把你的快乐 建立在 抓住了顾客的点 然后加以侮辱上 那个话 那个话 如果是你说出来 可能是侮辱 他说出来 在口气稍微便便 大叶爽死了 少刚 少刚 现在怀念刚刚那位求赐者 我真的太怀念刚刚那位求赐者 我喜欢 我喜欢 确实是有特点 说话 平时就 就是那个 嘴比脑子快 对不对 也不是呀 怎么可能 就是说我是要思考的 我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就是我要说话 我是要思考的 是是是 来再说一下 今天找什么职位 就是销售助理类的工作 因为我所进的 我有针对性的这一家公司 我觉得门槛很高 我还是从助理做起比较好吧 销售类的工作 做助理 对 反正就是助理类的 行政做不做 可以 行政也做 对 也可以 有没有针对哪家公司来今天 应该说是冲着一位成功的女性来的 这位成功的女性的名字叫 宋美霞 专门给宋美霞小姐写了一封信 可以看吗 可以啊 可以念吗 可以 我也喜欢您 没事的 咱们宅药念吧 好吧 好 开始 在看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栏目时 看到了你 当时真的感觉非常好 你身上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深深地吸引到了我 我觉得一个女人 在事业成功后 还能保持你这种亲切感 真的很少 宋美霞 我想问一下 你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有人这么有表情地夸过你吗 没有 你说着我有点心虚 直接收了吧 直接就收了吧 夸你夸得这么深情 很罕见吗 对 为什么喜欢美霞 就是 你应该 反正你不太了解女人 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的 来你继续 就是 女人的一种感觉 你懂吗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触发了你生命中的 宋美霞这个人 不是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就是说 当我看到宋美霞女士的时候 她触发了我生命中的那个点 以前就是 没有崇拜过一个人 我觉得能进入一个自己喜欢的公司 每天我都是微笑的 我肯定是快乐的 我是享受的 所以我在工作中 投入的激情和经历 肯定都是最大的 但是美霞那块是没有销售工作 那不还有个行政助理吗 我也没说死呀 销售和行政助理都可以 对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 接下来的聊天里面 不再伤害我吗 可以啊 是这样的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在上台的时候 我就是 祈求老天爷吧 是 就是说 希望你能少伤害我一点 我就 我以为你的斗志很强 但是上了舞台之后 可能是因为到最后你累了 还是怎么的 没想到 您没伤害到我 发现 我这个 对 发现 我其实不开一击 别人怎么对待你 是取决于你对待别人的态度 少刚是锐气太重 所以女孩才这么对他 我告诉你姑娘 不要让我出手 出手我会伤你 您出手吧 太牛了 好 这样吧 十二位 不需要提问了 不要提问了 不要提 他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常年 主要是以卖小百货为生 没卖过什么大件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工作要求也很低 销售助理 行政助理 所以我要补充一个问题 如果 宋美侠 不走 这灯还亮着 你考虑其他人吗 不考虑 人要有一定的目标 我今天来这儿了 就是为了他而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态度 不要影响各位的选择 十二位 请选择 小灰离开 潘离开 小灰离开 文艺离开 天也离开 哇 国前也离开了 不错 有六位留了下来 我想说一句话 可以 就是说 其实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做的就是说 表现好自己 希望能够进入中盟世纪公司 在私底下 我也是一个就是很开朗的女孩 在台上应该表现的就是一样的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受到人关注的人 我给中盟世纪公司投了不下三十封简历吧 每一封我都加了求职信 写的甚至有一封我记得很深刻 就是说希望能进这公司学习 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毕业以后的工作 我能够很快乐 因为我是一个崇尚快乐的人 我甚至可以说我十七七不要工资 但是都石沉大海了 所以最后我才报名参加了非你莫属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见到他唯一的平台 不说不说了啊 这样显得自己还可怜兮兮的 没有就是找工作 而且现在还有另外的五个老板也留了下来 现在要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财 李继飞 为什么专门要展示一下书法作品 是因为平时练字对不对 也算是一个特长嘛 就是希望能够多多展示一下自己吧 反正就是已经十年没有写过了 小学的时候学了六年也挺匆忙的 就是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眼睛别疼就行 除此之外还是商学院就是所在大学的 对 商学院的新生风采知识大赛最佳人气奖 不一定是知识最多 但是有人气啊 人气是怎么来的呢 欢迎回放一下刚才的节目内容 优秀学生干部是什么干部 班长 班里面的班长 对 在你们班里面是没有人敢和你顶嘴的吧 没有呀 我对每个人都很好 就是大家都叫我老好人 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我可能都会去 你是你们班的老好人啊 对 那你们班的这个江湖可够险恶的 对 但是他现在表现过于的伶压历史哦 有点会热闹是热闹 但是有许会不着老板喜欢哦 现在油腔滑掉了哦 因为你现在太口词伶俐了 太幽默了 那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没有信任就没有销售 没有大的信任就没有大的销售 没有长久的信任就没有长久的销售 所以当你写的这么如此的伶俐的时候 会不会不经意间把信任这个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上一个选手他很平稳 但是他容易获得信任 老板你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 你也对我做做好人 我怎么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说了 我怎么一片空白 因为他太能说了 就是做销售啊 还是要服务 就是取得客户的信任 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销售的价值呢 就是服务的价值 不用说是销售了都想象的 要像说相声一样 要如何的侮辱一下别人啊 或者是 或者是吹捧一下别人 我觉得这也都不好 好 就是要非常非常平实的语言 因为您刚刚毕业 刚刚迈入社会 可能他通过这各种媒体啊 尤其网络媒体 对这个销售上面的都有一些误解 他最重要的价值还是服务 记住这一点吧 谢谢 谢谢老板给的提示 谢谢 好了六位 不问其他的问题了 美霞 我希望专门跟你说一句话 希望他对你的这种专门的诉求 不要给你造成任何的压力 绝对不会 如果你要是想离开 可以放心地离开 不用顾及到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不去讲情绪情感 这是一个求职平台 严肃的职场节目 相信我 好吗 六位 现在到了你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 你们是希望李继飞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来听一下 六位分别能带来的职位 怀者解决我 销售 我还是当最佳替补 销售 我们呢 其实要做一个校园招聘的项目 所以我想招一个 他能够了解学生的 跟学生能够沟通 同时呢 他的比较有一些成熟的饲养度 其实你看他 我觉得他饲养挺成熟的 好 没想 你好 吉乌特提供的是门店导购的职位 谢谢 你好 库迅旅游网提供的是在线 是我们网站上的品牌广告销售 网站上的品牌广告销售 就是把其他的公司的广告投在我们网站上 解决网 Fesco 中盟士气 巨美优品 吉乌特 和 库迅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 灭掉 再见 再见 怀哲 哇 Fesco流了下来 再见 凯欧 谢谢 再见 怀哲 再见 怀哲 哇 Fesco流了下来 凯欧 Fesco 和中盟士气 谈钱不伤感情 你开始的时候你的薪水应该是三千块钱 因为你是个应届生 但不一样的是说这项目它会我们会成长非常快 你有可能一年的你就要带团队 最重要我觉得这里面的成就感是什么 是你自己真的能够很快的在一个公司做到一个位子 然后有一些这种价值 而且你能够管理很多人 有这种机会 嗯 谢谢 梅虾姐 我们这儿的这两个职务 试用期分别是三千五百块钱 五险一斤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试用期多长时间 都知道没有 三个月 一般都是三个月 多长时间我都愿意 都到这会儿了 咱们能结束咱俩之间的你来我往吗 嗯 我很善良的坦诚的对待你 你还渣我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爸爸 爸爸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Fesco 还是中盟世纪 或者选择谢谢再见 嗯 中盟世纪 欢迎你加入公司啊 谢谢大家